今天我們來給大家介紹高大環餅菇 看一下 後面是射線狀的 還有它高高的這個鏡 它的學名叫做高大環餅菇 它也叫雨傘菌 棉花菌 還有高角菌 我們就叫它高角菌吧 今天我們在森林裡採到的 它在歐洲很流行 因為在歐洲沒有跟它長得相似的毒蘑菇 看兩個蘑菇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最大的成年之均可以長到40公分 我們採到的這個是接近20公分 這個是大概12公分 所以已經足夠我們的早餐了 好,我們就把它做成早餐吧 高大環餅菇只有這個菌傘能吃 菌餅是不能吃的 所以我們第一步要把這個菌餅去掉 然後把菌傘用清水沖洗乾淨 歐洲的環境特別好 所以基本沒有什麼 而且這個蘑菇長得 已婚長得那種 聰聰良好的地方 你看 因為這是多精采的 今天我們要把它用來做早餐 而且還是稍微有點脫水了 看它的那個風深褶皺裡多白 好,大概清潔就行 好,第一步清洗完成 下面我們要蘸上蛋液 之後在平底鍋裡用黃油把它煎成金黃色 就可以直接吃了 好,下面我們開始第二步 先把黃油放在鎮餅裡 加熱 好,我們拿出洗好的這個高角菇 在蛋液裡蘸一下 好,再放到乾麵粉裡 再放到麵粉裡 放到麵粉 先走下來我們就可以放到鎮餅裡 放到鍋裡 好,我們做第二個 哇,這個好能吸的蛋液 基本全都可以吸到這個褶皺裡了 第二個比較大 剛才量了一下,最近大概20公分 只要把鎮餅放在麵粉裡 放到麵粉裡 好,這個好呢 我們 toutes交翻,在這個已經開始了 看这个第一个做的小的已经有点半黄了 我感觉这个小的是不是好了呢 翻过来看看,哇,好软了 点胡椒粉 鸡蛋 鸡蛋 看起来好像会很酸脆 实际我刚才用这个夹子夹了夹真的很软 不仅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效果 这个高脚骨看起来表面很干燥 但是实际内部还是有很多的水分 这边也撒点盐 这边也撒点盐 等它煎炸都不会糊 用蘑菇一定要彻底做熟再吃 尤其是像健手青那种有感军 还有微毒 但是主要你把它加热到足够的温度 彻底熟透了 那些毒素就会分解 看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做好战斗姿势 出锅咯 哇 外焦里嫩 好像有个披萨 我们就按着披萨的切碗来 切成鸡饺来吃吧 我们看看它在断面好不好 看一看 看一看 哇 应该里边水分还是很充足的 切成鸡小饺 对 这样顺着它的褶皱的方向来切 切出来都会很完整 切完了 尝一尝吧 嗯 好吃 这个蘑菇里面有很多的水分 嗯 香蕉里面特别好吃 刚才小妞的食吃已经完成了 那个小的 大点的也好了 出锅了 先把它切一起 切 切 切 嗯 嗯 嗯 像切披萨一样 把它切成一碟一碟 像切披萨一样 这个刚好脆 这个大的不光直径打 而且厚度也比上台要大 应该更有质感 切成一小碟一小碟 给玩一小の小超便 啊 真是一张小披萨 这一张就够我们的早菜了 自己做一个小碟 自己做得好 valve 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更有韧性了 小牛切起来都比刚才那个要更吃力一点 谢不动 刚才我也是吃这下这个高脚菇 的确跟那个牛杆菌是不一样的口感 比牛杆菌更香 但是没有牛杆菌那么强的韧性 而且水分特别足 谢不动 果然是欧洲几大明君之一 好,今天的试吃很成功 吃完这个我们就要去生日才更多的高脚菇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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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